在Yep Sir Timelock 中也有盡可能介紹一些特別的品牌 有些你實在看太多也沒什麼意思再看下去 或者上網也有大量的資訊 這隻Arno & Sun 的計時標 我不相信大家是容易都會見到的 Arno & Sun 我記得當時來香港推廣的時候 在方向標行 有人講解他用了很多古舊的技術 如果你細緻一點看過面子 甚至乎在 時間的部分 Saptile 造工很細密 這塊面是銀的 雕了一個立體的黑度 在圈那裏 如果你這樣細心看 你會看到有一級一級的手錶 用銀做錶 錶面Corno-Swiss 都很撒家 看到這隻手錶 而且銀的錶面 噴沙的不知是用什麼方法打磨出來 都很獨特的 現在大家在這裡看 這個就是 時間 那邊 那邊 這部分 就有中軸的秒針 還有下底 就有60分鐘的 扶手錶 看到按下去的那下 起動 很漂亮的 亦都停得很漂亮的 機心吞得漂亮 機心是否很漂亮呢 見人見人見智 我再開啟動給大家看看 一 扶下去 又沒有震針 各樣的東西 不知秒針那麼長 不震其實都 不是一件意義的事 有一個很大的Column View 它說是一個自家機心 它說是一個自家機心 到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隻是一隻跳廟錶來的 看到它 Dead Beat 一邊一邊 一秒一邊跳 但是它是一隻機械錶來的 所以它是一隻 調廟錶來的 跳廟錶來的 市場家的半價 有時看到手錶 再說多一次 真的都是 不勝唏噓的 亂猜 大家都不會付這些價錢 那麼容易購買這些手錶 但其實它帶出來的那種味道 和質素 也不是說有很多 簡單的鋼錶可以付 多謝大家